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2011年8月12号零时15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将巴基斯坦通信卫星ER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升空约26分钟后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数据表明 星舰分离正常 卫星准确进入近地点204公里 远地点41985公里 轨道倾角24.8度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巴星ER通信卫星项目 是继1990年7月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 搭载发射巴基斯坦小卫星之后 中巴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又一次合作 主要用以满足巴基斯坦 在电信广播宽带多媒体服务等领域的通信需求 这是我国首次向亚洲用户 以载轨交付方式出口卫星 也是我国今年首次为国际用户提供商业卫星出口服务